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辅昌 埃及所属的西奈半岛 金船观光巴士遭到炸弹攻击的意外 使得埃及的旅游安全 以及政治局势再度受到各界的关注 而日本的大风雪和英国的水灾 都还没有消退 两国政府各端出怎样的救难办法 值得我们观察 而非洲和中国的动物保护运动 已经有新的成果 待会我们有详细的分析 最后意大利公司 计划要利用3D列印技术 来制造重选机车 可行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 发生在以埃边境的巴士爆炸案 埃及自从2013年7月3号 穆希总统遭到军方罢处之后 政治局势就一直动荡不安 而国防部长塞西 以及穆斯林兄弟会 就是两个影响埃及政局发展的主要力量 塞西是穆希总统亲近的国防部长 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拥有绝对的军事权力 他成功主导去年7月政变之后 就一直掌握实权 操纵埃及临时政府的运作 最近通过的信线法 将军方的权力无限扩大 就是出处于塞西之手 塞西在2月13号访问俄罗斯之后 竞选下一任埃及总统的意向 几乎已经确定 因此塞西对埃及政治的影响力 将会继续扩大 而另外一股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力量 就是穆斯林兄弟会 穆兄会可以说是塞西 走向总统制度的主要障碍 在穆希总统遭到霸注之后 穆兄会的反塞西运动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而且还随着塞西权力的扩大 以及穆希总统的被审判 而使得穆兄会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暴力手段也越来越明显 2月16号 西奈半岛发生游览车爆炸事件 一辆载有33名南韩游客的游览车 在从埃及开往以色列的路上 遭到炸弹的攻击 造成四人死亡 而使多人受伤 南韩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就发布声明表示 强烈谴责恐怖攻击行为 并且禁止南韩民众前往西奈半岛观光 而埃及政府并没有证实爆炸的真正原因 但是当地警方推测 武装分子可能对巴士进行恐怖攻击 或是在路上放置炸弹 埃及问题专家表示 如果这次爆炸事件是穆兄会所为 那么就明显说明了 穆兄会的战略已经从过去的攻击埃及军队和警察 转变为攻击游客和竞技目标 如此一来埃及的政局将会更加的不稳定 以色列边上站的闭路电视 拍下了爆炸瞬间的惊险画面 旅游巴士冒出白色的烟雾 突然间黑色烟雾窜出 附近人员急忙出来查看 才发现游览车遭到恐怖攻击 埃及发生恐怖攻击事件 但这次受害的则是南韩旅行团的游览车 相关完凯撒林修道院后 这辆载有31名南韩游客的游览车 预计从西奈半岛的观光圣地塔巴 穿越边界进入以色列 不料在途中遭到恐怖攻击 车头整个炸毁 攻击造成至少三名南韩游客 还有巴士司机死亡 其余受伤的13名乘客 则被送往沙尔姆国际医院 与附近其他三家医院 这次西奈半岛十年来 首度有外籍游客 遭受恐怖攻击死亡 南韩外交部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恐怖攻击事件 南韩外交部也证实这批游客来自南韩中部郑川郡 他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成员 这次旅程是要到埃及 以色列与土耳其进行朝圣之旅 不料在进入以色列之前就发生悲剧 目前并没有任何团体出面承认犯案 不过外界猜测 凯达组织旗下 在当地活跃的恐怖军事组织 埃马格迪斯有关 埃及军方直升机被打下来 几乎无政府状态的西奈半岛 这支恐怖组织埃马迪格斯 武力惊人 吓坏国际社会 现在的埃及军政府 在去年霸出前总统穆希后 穆斯林兄弟会也因为越发激动的抗议活动 而被军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 但是西奈半岛的恐怖活动 越来越猖獗 是否与不凶会有关 其实穆斯林兄弟会相对来说 温和许多 现在的极端宗教组织 也是本来就存在已久 但是分析师雅扎尔指责 穆希执政时期 释放遭到羁押的恐怖分子 保持宗教派的势力 也使得他们在穆希下台后 开始作大 不过也有人认为 军政府对抗议者进行围剿 也等于是把抗议者推入恐怖分子阵营 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兄弟会 问题越来越严重 遭到罢处的前总统穆希 与其他35人 在16号接受法院审问 他们被控于黎巴嫩真主党 还有巴勒斯坦哈马斯政权挂钩 以恐怖主义攻击埃及 犯罪内容还追溯到2005年穆巴拉克时期 埃及首都政治争议问题一天不休 仰赖观光业的埃及民众就得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 南韩已经针对西奈半岛和阿卡巴湾发布旅游禁令 并要求目前停留埃及的南韩旅客离开 而被困在以爱边境的旅客则十分震惊 纷纷表示不会再前往埃及旅游 以色列紧急关闭的边哨站几个小时后开启 但可以预见的是 短时间内埃及观光业大排长龙的景象 恐怕难以复见 我们都知道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 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埃及的稳定 但是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埃及的政局在短期间之内是无法稳定下来 因此中东的政局局势 何时才能够稳定还是个未知数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日本和英国的雪灾和水灾 这个冬天特别不平静 寒冷的天气除了清醒美国加拿大和中国之外 最近也威胁了日本 日本最近几天天天下大雪 使得三立线群马线积雪高达114公分 就连残雪车也无法进入 许多路段也因此被迫封闭 交通运输中断 使得这两个地区寻同孤岛 居民面临断粮的危机 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 这场大雪已经至少造成19人死亡 1600多人受伤 超过200间房屋倒塌 而除此之外 海上自卫队的飞机维修工厂 也被积雪压垮 损坏了6架正在维修的侦察机 损失相当惨重 而英国的四季大水 也让英国人损失惨重 虽然目前的暴风雨已经减轻下来 但是泰乎四河的水位还是居高不下 淹水的危机还是没有解除 英国气象局却在这个时候 发出了结冰警告 提醒民众注意意外 户外的活动和交通安全 首相卡麦农在巡视灾区时表示 中央政府已经加派了2000多名军人 协助救灾 民众应该要密切配合 以共同度过难关 其余县体育馆的天花板整个坍塌 上面一层厚厚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日本遭遇45年以来最大的暴风雪 各地天花板崩塌的灾情不断 东京西南部的神奈川县 海上自卫队的飞机维修厂 屋顶因为积雪的重量而坍塌 压坏了厂内正在维修的侦察机 工人忙着铲除人行道上的积雪 铲掉的积雪堆成了一座一座的小山 通勤的民众必须小心避开 每年雪是降到的 先週和昨天 也没有这一段几乎降到的 人家的雪是非常弱的 所以交通会被停止 是最难的 日本一周以来两度暴到的暴风雪 为东京带来超过27公分的降雪 瘫痪日本中部地区 在日本中部的山梨县 积雪达到114公分 打破120年以来的记录 这波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雪 已经造成超过19人死亡 1600多人受伤 因为道路严重积雪 全日本有将近7000名小镇居民受困 全日本电力中断影响户数超过2万户 极端气候造成日本空中交通大乱 路上交通也因为天后不佳打劫 高速公路上有数千名驾驶 2月16号一整天都塞在高速公路上 运输相关单位必须紧急为受困驾驶 准备食物和流动厕所 截然没知己 同样受到极端气候影响 英国人是在豪雨和时速130公里的狂风当中 度过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英国两千多名陆海空军士兵忙着装沙子放沙包 保护当地电力不中断 军方投入黄金24小时的动员任务 英国国防部表示 已经部署旋风式战斗机和哨兵侦察机 以光学和雷达造影投入民间救灾 伦敦当局祭出史上第16次紧急关闭泰晤士和红闸门的措施 以降低河水水位 英国气象当局警告 目前地下水已经达到饱和 就算是一般的雨量也足以量成大灾害 因此未来几个月 英国南部对于血患依然不能够掉以轻心 备受各方批评 就在速度和反应太慢的英国政府 这一次面对的是250年以来最严重的雨季 全英国经济命脉所在 从泰晤士河到伦敦西部的走廊地带 面临空前的危机 必须时间和天气进行一场决定命运的殊死战 接着我们来谈谈动物保护问题 非洲国家家棚是大象最主要的集中地 过去几年因为猎杀问题严重 使得家棚纪念的大象卷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尽管如此 家棚还是非洲半数以上大象的家 而在南非也有大象被非法猎杀的问题 南非政府为了保护这些大象 因此招募了许多年轻人 并且给予军事班的训练 让这些自称为战士的动物保护人士 共同来保护非洲的动物 而亚洲的保护动物的意识 也有逐渐抬头的趋势 例如中国对于西伯利亚湖的保护 也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 在气候变迁和商业利益的趋势下 西伯利亚湖的栖息地遭到破坏 而且遭到严重的猎杀 因此数量减少了很多 虽然中国在哈尔滨设立了老虎圈养中心 但是还是只能够照顾少数的老虎 然而野生老虎找不到食物 才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研究团队虽然在野生老虎的生活区域内 放生草食性动物 来增加野生老虎的食物来源 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暂时解决 野生老虎的生存问题 但是彻底重建老虎的生态系统 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从直升机上往下看 大象在草原上奔跑 嘉鹏国家公园的看守员 亲自来到园区里巡逻 防止盗猎者杀害非洲象 刚果河盆地的林地面积仅次于亚马逊河 嘉鹏位在刚果河盆地东部 沿岸的国家公园里有两个大象保护区 大象盗猎问题严重 嘉鹏的象群已经减少三分之一 但是嘉鹏还是拥有全非洲半数的非洲象 天气炎热又潮湿 庞大的国家公园里 嘉鹏政府只派一百名士兵负责巡视 这些看守员每次巡逻为期三个星期 但是过去两天里都没有见到任何野生动物 很可能是被盗猎者杀害或驱赶的结果 国际社会从1989年开始禁止象牙交易 但是联合国华盛顿公约组织 却允许库存的一次性销售行为 保育人士认为这项政策助长了盗猎行为 多数非洲国家的总统都在努力保护非洲象 致力根除国内象牙市场 希望能保护兵临灭绝的非洲象 在南非反盗猎团体号召全球的年轻人 投入野生动物的保育工作 来自世界各国的16名年轻人 到南非北部的林波波省 接受军事班的严格训练 为其六周学习如何当称职的保育人员 课程包括追踪盗猎者 搏击实战演练 耐力与生存技能 还有使用武器等等 他们必须具备这些技能 才能在丛林中保护野生动物 不被盗猎者杀害 许多年轻人在网路上 看见非洲野生动物被杀害的影片 从此坚定信念 要全力遏止残忍的盗猎行为 尽管课程非常辛苦 他们都不喊累 对抗盗猎者毫不手软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这群热血青年离香背井 原赴南非受训 希望能为保育工作尽一份心力 除了制止盗猎行为 中国东北的老虎保育人士 也在努力保育濒临灭绝的西伯利亚虎 西伯利亚虎分布在俄罗斯东部 朝鲜半岛北部 以及中国东北部地区 吉林省的汪清自然保护区 占地六万七千多公顷 是中国最重要的西伯利亚虎栖息地 市区栖息地再加上盗猎猖 西伯利亚虎在1940年代只剩40只 经过保育人员的努力 1980年代西伯利亚虎数量增加到大约500只 目前俄罗斯境内有将近400只 但是中国境内只有22只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从2012年开始 和中国国家林业局合作 在老虎的栖息地放置食物 让他们不至于挨饿 好消息是当地已经出现自然野生动物 被老虎捕食的痕迹 表示老虎的捕食来源逐渐恢复正常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2013年底 在当地用监视摄影机拍到 西伯利亚虎和远东豹的数量都开始增加 当地林业局计划扩建自然保护区 改善栖息地环境 留给老虎更多的生存空间 最后我们来谈谈意大利北部有一家车厂 自从1970年代成立以来 就致力生产高性能的绿能汽机车 这家公司的汽机车 曾经在一级方程式 以及勒曼24小时耐力赛 等大型赛事上展露头角 意大利工程师切佛里尼 就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他计划要在2015年 要推出一款全新的电动重型机车 而最特别的是 很多零件都是要利用3D列印机来制造 这款最新的电动重型机车 马力和车速完全不输给使用汽油的传统重机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40公里 意大利工程师切佛里尼 曾为法拉利、保时捷还有宝马等全球知名汽车大厂设计零件 1970年代他在意大利北部的摩迪纳省设立一家车厂 40多年来生产的机车 已经成为一级方程式 以及勒曼24小时耐力赛等各大赛事上的长盛军 切佛里尼花了两年的时间研发出这款绿能重机 最特别的是 这台重机的车身 除了使用铝压住外壳 还有很多零件 都是用一种特殊的塑胶材质 透过3D印表机的选择性雷射烧结技术 制造出来的 简单来说 选择性雷射烧结技术 就是根据圆形的切片 用电脑控制雷射光束 烧结固体粉末 形成零件的一个层面 一层粉末烧结完成后 铺粉滚轮就会再均匀铺上一层 进行雷射烧结 就这样层层叠加 得到立体的零件 这种粉末状的塑胶材质 加入碳粉以及玻璃纤维 结构坚固 透过3D印表机裂印 成型后相当轻巧 而且滴水不漏 不仅被车厂用来生产机械零件 也被艺术家向众 设计出流线型的艺术面具 在威尼斯加年华的游行中展出 传统零件的生产 都是直接雕塑 去除多余的材质 使用3D裂印技术 就可以避免行程不必要的浪费 切佛里尼的车厂 研发快速充电技术 再加使用插座里的交流电 可以在三小时之内完成充电 如果在充电站使用直流电 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充保电 这台电动重型机车 比同样性能的重机 重量多出三成 光是一个电池就重达90公斤 电池充电完成后 最多可以跑150公里 为了享受呼啸而过的快感 许多重机爱好者 偏好传统的燃油机车 因为电动车引擎比较安静 为了符合机车族的需求 这辆新款重机的引擎 还使用特别的齿轮设计 切佛里尼说 这台最新款的电动重机 不仅环保 零排放量 骑起来还能充满乐趣 自机又好玩 一点也不会输给燃油的高级重机 车厂雄心勃勃 预计要在2015年 正式推出这款重机 要价28000美元 约合台币将近85万元 全球视野 明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